在這場比賽的第三場是今年的世界冠軍 Rookie 與之前的世界冠軍Ben Rookie與Ben的一個正面對決 稍微可以跟大家聊一下 Rookie在前兩場帥到不行 我只能說他非常適合 也絕對十足認可他是 真的是個世界冠軍實力的中路 因為他兩場的對決都是拚殺的 而且都是急袖的方式 一場亞素 一場阿卡利 那個亞素最後還有一點違反 但是那個直接陷線 砍完之後回頭馬回去 Rookie在這兩場的單殺 絕對都是值得大家在後續回味的比賽 而Ben的話 第一場是對上了Sneaky的Xia之爭 他這個繼承了Xia本人的遺致 來到了這裡 然後在16強的時候是傑與傑之間的對決 成功秀翻對面 那來到了第八強 這個八強的對決第三場 對他來說的1v1第三場對決 即將對上的是最難纏的敵人 我這幾天看到Rookie 我一直在注意他的外套 他的外套好大一件喔 就是很不像他會穿那種風格 這外套可能大一點 就是如果今天給其他人穿的話 會更舒服吧 對啊像我對這件外套就挺有興趣 我覺得看起來很舒服 好沒問題 這邊再來Rookie的一個選擇是BAN掉了 尼可法洛斯克好運結合 在BAN的一個選擇是阿卡利 下去了 我看到一個烏爾加特 也是我們重點還是來看這兩隻的對決 柔衣對露西恩 感覺如果Rookie的技能不夠準 路線佔很大的優勢喔 嗯 但這邊BAN也是很尊重阿 帶了一個進化 對 算是在被沉睡夢浴睡到最早的時候 這個這個 喔我以為他是 他想卡冰嗎 以前不是有這個實驗室 但是現在卡不了了 現在不行了 現在卡不了了 以前是英雄會卡在小兵那邊走來走去 但是稍微走一下 唉唷第一個 中了 唉唷有直接第一個就直接命中了 第一個小水球 然後兩邊的技能都蠻準的 打中 雙方應該是開始親切吧 以柔衣來說 柔衣在這種對線局的 這個對決上 小兵太多對他來說是很 很大的問題 但我們可以好好欣賞一下這個世界冠軍的對線藝術 對 就可以抄一下 不怕他掉一個CS 沒關係這個也可以學 大家都會了 太好學了吧 嗯這個我也會 繼續的一個伏點 前面的兵線 看起來 唉唷愛麗的一個效果其實挺不錯的 他這場看起來也沒有要吃兵了啦 他應該也是要直接 要拼殺的 他也是在 他一直在消耗了血線啊 對 用自己本身的一個被動點了好幾下呢 現在也來到兩等喔 不能被碎到喔 這個兵線是往前走的 對於便來說應該是要慢慢的等 等小兵過來 小兵就是便最佳的防護盾 因為這個 小兵自然在打 柔衣來說就是非常容易 而且他都有趁那個 杜希要點他的時候 用愛麗去跟他對換一個普攻 對而且甩技能同時 又有留下自己的這個 心火的這個被動 其實這樣換的話 我覺得對Rookie來說是 一定比較專 因為那個強攻要打三下才會發動 他只跟他對點一下 愛麗會比較強 而且愛麗這個頻繁觸發的這個次數 看起來就很多 再丟又打到 前面有個球果 成隊風會直接丟 吃球果反而要扣更多血啦 他知道他沒Q 很冷靜 但這個普攻 他知道他很冷靜 對 我可以 有稍微把這個 治療包給拿回來 但 感覺不太好打 沒有貿然的把進化交掉 兵線繼續的在推送 那你看這個 這個CS其實就已經差蠻多的了 現在 中路的一個 壓線已經進到裡面 對路線來說 這個塔前尾兵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哇 選擇用光芒貫穿去打啦 看一下 這個進攻 路線 現在比較穩定啊 沒辦法 感覺路線要拚殺 還是需要一點裝備 要不然這樣 打感覺換不了 換不贏 但其實從這一波開始情況 就有點不一樣 因為兵線已經出去了 Rookie必須得扛著很多兵 所以這一波的話 可能被人會好好打一點點 因為這個也不像是打峽谷一樣 會有Jungle來給你回對線很困擾之類的 也不會有這問題 所以這一波他應該會稍微舒服一點點 有嘗試帶輕線喔 Rookie也知道 他有嘗試輕線 炮車就讓了 後直接往前 你四等打五等 撿到光盾了 這是用自己 這個切到 的這個效果 光盾強行忠奧 旁邊的那個小球球啊 觸發技能後 給那個小球球 去做一點傷害 那這下沒戲 一定得回家 哇 那這個推線看起來是Rookie得勝 還可以賺多一點的錢 回家補更好的裝備 對 他這樣其實差蠻多的 他這波兵多球 而且剛好是炮車的波 所以他會賺到蠻多的錢 沒關係這隻是送你 沒事 我炮車有吃到 賺個四十幾塊 回家補裝 單挑有個關鍵 不在於是自己漏兵什麼 大家可能說 簡易啊 掉砲車什麼有的沒的 但其實吃兵這件事情 也是互相的 如果對手沒吃到 我沒吃到 那也無妨 沒問題的 所以其實你看現在這樣子Rookie 看起來漏了很多兵 其實好像也還好 還是贏兩隻啊 真的 而且Tab再一看 哇 裝備有差啊 怎麼差那麼多 你是盾劍哪邊 一堆書啊 水瓶也都滿了 真的欸 他至少兩瓶水加一個餅乾啊 所以Ben為了買裝 真的水瓶出不了 沒有錢買回 這個補品 那其實等一下Rookie 只要好好善用這個 這兩瓶水跟餅乾 直接掃射 不過小兵剛好相逢 對於Ben來說 這個大爵只是做一個小小的消耗 打到對面是四分之一 他需要這波找一個回家的機會 不然你 對對他這波回家就還有得玩 柔衣真的不公平啊 三個招牌師技能打 打兩格 真的欸好好好 他又撿到一個點燃了 雖然剛剛是已經掉了 沒有用到成功 但就是這個技能 會一直從小兵上掉下來 對柔衣來說 這個單挑還是有十足的把握 這個精美的打下補刀 成功解下41隻比40 很接近 很接近 很接近很接近 Rookie現在是慢慢的把兵線給空進去 好這邊路線選擇買了一個抗魔斗篷 看起來是一個吸魔劍為主的出裝套路 本身的機傷就夠 所以選了吸魔劍可以多一點 血量跟對面對打 這個兵線還在持續的推進 Ben已經趕了回來 光猛貫穿 效果一般 雙方這個技能還在互相的打個照面 這場確實是 實力非常接近 後面再一個光猛貫穿 Ben的技能命中 反而是Rookie的一個Q技能 是插到了小兵 不過現在 起了殺星 拿到了鬼步 這個沈睡崩運 沒有成功 我本身用的R技能 一個星界要動 後的Q技能 打到了Ben的血 很穩很穩 兩個人看起來實際都很堅強 再一個技能又中了 但Rookie已經逐漸沒魔了 對 再來就是一套 如果沈睡崩運沒中 基本要殺是沒辦法的 他應該把兵洗掉就要走了 就要走了 喔不走嗎 想要再秀一下嗎 喔他在點塔 他在點塔 他在點塔 好而且撿了一個光盾起來 對 我現在沒有大絕 記得很清楚 他已經掉了一半的血量了 來回去補爆魔力 拉起來又可以玩了 好欸 哇 Rookie現在又可以繼續兌現 再進來又打到了 哇這一下差很多 這一下會讓Ben 很痛苦 對如果被碎到就會死喔 這個下一個進化 這個下一個進化 距離不夠 喔給的壓力真的很大欸 這世界冠軍的頂級實力 前世界冠軍的AD 打中路自然是不太好打 而且這個兵線 剛好卡在這邊 哇直接再把它補掉 吃 哇這個真的吃零可問 哇這個塔尾 已經領先了 一波了 一波的小兵 在前面的連續消耗之下 而且他等一下這一趟回去補裝 他就可以洗後排兵了 哇 還要重擊啊 哇這個運氣 更快的回家 這波其實 Ben有辦法控陷了 想控陷 他想控陷 哇沒辦法 這個控不住 炮射波在塔前對撞 是一定會出去的 哇這波 看起來 柔衣 回去要補 這是盧燈 欸他是1300加爆裂魔杖欸 他的他錢超多 這是盧燈的出裝啊 這個Ben現在只能靠這一波了 他這一波一定勢必得 越過趁他還沒盧燈成裝之前 越過去 過來躲掉後反身打 吃了毒露少 這次Rookie兩次的技能都沒中 讓Ben有機會 不過吃了毒露也只少了一點點的傷害 好像還不夠喔 對 對Rookie來說 這還是有拚的機會 請問球果直接用R技能去拿 反正再給你一套 太Poke欸 好變態喔 前面那個小兵身上帶有 法術的 帶有法術的小兵來了 Rookie如果拿到的話 已經飛起後排了 世界會不一樣 法術小兵就在前面 FAN不知道怎麼辦 拿到了 是點燃 喔呦 這如果被碎到 會起飛的 會會會會燒會燒毀的 雖然有進化 點燃直接焦 哇進化解掉了 沒了進化 那等等被碎到的話就 就會出大事了 就 Rookie在找機會 Ben現在就是不斷的輕線 嘗試把塔壓進 把小兵壓進塔裡 很細節拉一下 像是有望可以擊殺 甚至是釣塔 但是這一次 R出去好像不太好 釣了蠻多血 而且塔尾撿不了喔 對 直接釣了三隻兵 可是還是有六隻的領先 再來是QQ能靠著 小兵的一個擴散範圍打到 那就是那一隻了 那一隻是關鍵 是釣什麼呢 看起來有機會要拚了 往前滑一下 連續走位 有沒有機會點 走位有開了Q了 反正要打了 西魔劍 好激烈 被炮車給打了一套 做人前 還差一個三個 閃線一起交破塔 Bad沒死 就釣線過去是Rookie 哇好秀喔 他再強了啦 Rookie 世界冠軍中路 世界冠軍的中路 在目前單跳已經 集到了四強的位置了 他那個是已經 先把 他知道路線強攻 再多閃線A他會死 對 大部分大家看到的比賽都是 喔 一邊先閃另外一邊跟著閃 結果被帶走 那Rookie是已經知道 完蛋那一波普妙 我要先閃 所以他最後這邊 對對了之後 這邊扭開Q 但是這邊強攻發動之後 好 西魔劍發動打了一下 這邊扭開往後之後 點兩槍 加上這一槍的時候他已經死 他提早先閃 所以才讓Bad吃到這下塔 對 然後過去閃線普攻 撿回閃線直接開秀 Rookie太強了吧 哇你看Bad自己都嚇一跳 我都已經這麼猛了 還被你秀 這個人太恐怖了 他真的太強了 神的境界啊 好可怕 他好可怕 他好可怕 那個可能是我玩 那個什麼回合制遊戲 我可以推出來了